講到立揚已經不是專業立揚書的管理 這個紀錄生活也已經變成是全面運動 已經基盤第十二年的全國美術店立揚櫃 這次有很多社會記者作品 主辦黨委也特別競出十七項 一個作品的 在國家立揚文法中心台北館 展覽到二月底 以後的見到不得比面 典現對象也透過更加 典現時間的智慧到當 這是今年全國美術店立揚櫃 過期才會領上作品 只有在臺灣美術館的電視 這次頭上來還要領中心來開電 已經去萬十二次全國美術店立揚櫃 這次對一百五十九項作品 也特別競選十七項 在國家立揚中心台電視 這次表示 最主要是要讓大家看到立揚 已經在做全面運動 無論國中年會 只要有幸福廣場參加 既地也很多元 清除六兵的勞動者 貼圖牽涉的處 受到疫情影響的基金 回草頂頂頂 廣場 廣場這麼做合適的作品 把這個單張的影像的這種表現的方式 呈現的方式 可是現在用這個多張影像的這個 同時的呈現 其他的展覽大概都會朝著這個方向來發展 國歌立揚文化中心表示 立揚作品是做價對社會 還是從後觀察的發覺 透過白雷祖節 團達國家沈下的信心 電欄會一直電到美女的禮貴禮賣 記者 電腦無理局的台北蔡英博德 呃